因為帶完車下去才知道 兩分鐘後就沒有跪著電話 今天來到日本旅行的第三天 我們現在還處於山營 準備去吃一個很出名的麵店 我們今天天氣很遲 但其實山上的天氣都是灰色的 所以我們本來也想過 今天有想過如果是冷 天氣可能會再長多一次 要不然 要不然 看看要有一個 看不見的 看不見話 看不見話 中文字幕 你是黑眼 ,你就是笑著 。在笑著 神關 我們來回昨晚的晚餐地方 是一間很像Pub的東西 但它這個咖喱飯超好吃的 還有咖啡也很好喝 所以我們又開回來 然後它超有Feel的 這邊超有後面 而且老闆也挺帥 我覺得很有韓國人的Feel 我們現在一個小時來回 撞黃樹冰挑戰開始 但我想說我們想上去的時候 天氣又開始差 然後我剛剛跟俊仁說 不如魚妹沒留在那裡等 因為灰色的雲吐 然後魚妹沒走 我們現在在溶雪的狀態 不過真的很灰 現在天氣不是開玩笑 真的很灰 我們剛才是很藍 我們不想上去的時候 是很藍 但現在真的很灰 很恐怖 再說 給你時間解釋一下 沒有 對 是你的問題 不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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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成功一個小時之內挑戰 來回 我們真的剛剛好一個小時 我們一會兒要出去山營 是2點4的車 我們剛剛預約了酒店的Shirtle Brass 是2點4 我們現在報仕是差不多1點4 所以其實是 僅僅1個小時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撞黃樹冰為什麼這麼出名 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 氣候而形成的一個景象 所以其實來到真的很值得看 為什麼要撞黃 撞黃未查 撞黃未查 哈哈哈 所以真是將你眼睛滴了起來 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平靜英雄映照變白 如果平時要搭第二條纜車 在這裡去搭 我們昨天搭完了 我們就來到這裡 下觀賞 那個鬼 那是 一雙花 一雙花 隨著我的手把 清清落落的在 將美麗的回憶 慢慢重來 柱單之間浪漫 無法釋懷 明天我有點 好累啊 我們已經不遲人拍了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開始了 一個小時挑戰想撞山 好累啊 我們剛剛迷馬地跑回來 我們用了四分鐘 四分鐘也不用 然後跑回民宿 本身要差不多八到十分鐘的行程 接著拿行李 現在奔去車站搭車翻山 到了到了 我們一個小時上莊王 上莊山系 成功啊 成功 這串呢 是山形必食的丸子來的 我們三個人買了一串 嗯 試一下就好 我覺得大家不要買多一串來吃 不過我覺得當然有人喜歡這個味 但是這個味道其實就是有些豉油針 還有一些丸子 然後那些丸子是有點韌韌的 是很濃的 還有我不是很喜歡這個味道 不過大家可以試一下 但是我覺得換美 吃一下 看見到那些嗎 其實那些頭髮的頭髮的尺寸 看見到天道 多久 准备了 近距路很糗 震震温泉性 好,1,2,3 因为其实我们是搭着下一班车进来的 已经没什么人了 人们已经是4点多5点钟的时候 然后已经是人家搭最后班车 我们就搭最后班车来 其实没什么看了 但是就是看灯色 就是现在我深厚这个景 现在银山温泉怎么这么出名呢 其实它是千月千层里面的一个房景来的 就是千月千层是拿这里的景为题材来描画的 这里最主要是一个温泉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在这里住一晚才离开 但是这里要买的是非常之不容易 而且是很贵 按人头计差不多要二千多元一个人 是按人头计 对了 但是如果其实你住一晚是挺捨异的 我自己觉得 下面这些应该全部都是温泉 但在家里面的一旦 天哪里面的一片 但是在家里面的一片 会发到一片 过一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银山温泉 下山温泉 在家里面的一片 那天下山温泉 不过一片 在家里面的一片 叫びたいほど懐かしい